不应该带走的物品 而台湾旅客的正值度是排名在第九名 调查还显示最常被带走的像是毛巾跟床单 最夸张的是连电视跟窗帘都有人想要带走 住饭店顺手牵扬 一项跨国调查发现 各国旅客有35%曾经带走饭店里头 除了文具和盥洗用品以外的东西 最常被拿走的包括书本杂志 床单 桌巾 毛巾 浴袍和枕头 其他像是闹钟台灯电器用品也都有人带走 更夸张的是连电视窗帘都想拿走 玉帘感觉它防水功能很好很有兴趣 那但是因为这些东西有体积跟一些技术上的困难 有的饭店为了防止旅客带走不该带的东西 只好把物品固定 而调查也显示 丹麦 荷兰跟挪威则三国的旅客 比较少拿取客房的物品 台湾旅客的正值度跟南韩并列 全球第九 而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上班族